2018年8月31日,刘昊然现身上海机场,她身穿白色上衣,加黑色阔腿裤,帅气清爽。 口罩遮面,戴眼镜,思路人低调到认不出,暗简被摸身时,一脸娇羞,十分可爱。 8月25日,刘昊然在微博发出2000万粉丝福利,晒出两张自己与合犬的合照。 合照中的小然戴着于夫帽和黑框眼镜,衣着简单破素,攀腿而坐,笑看眼前的柴犬,还欲伸手去触摸。 底下的网友纷纷评论,咦,怎么有两个刘昊然?咦,怎么有两只柴犬?柴犬,我觉得我更好看。 昊然弟弟不敢摸不敢摸,也有很多人询问是有什么梗吗? 其实,前几天刘昊然就在微博闪出两张照片。 第一张照片中,刘昊然的头夹在木板中间,背后有位黑甲武士在和一群相同衣着的士兵对峙。 第二张照片是一条柴犬的头从墙上的一个洞中探出。 因为同样的动作和表情,这两张图片有着迷之相似之处。 最开始时网友觉得他很像柴犬,就把刘昊然的照片和柴犬照片贴在了一起。 没有想到现在他竟然时不时地调侃起自己来。